我看到了柯大哥這樣回答 我是覺得很失望 令人失望 如果你還是這個方向走的話 大家朋友歸朋友 大家朋友好是好朋友對不對 大家如果我個人投票的話 我絕對不會支持民眾黨 2022、2024 如果我要投總統的話 我絕對不會投 可以有黨媒但是不可以有紅媒 我在講新聞記者不要亂寫啦 當然大家都還是好朋友 立委來了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民眾黨 小黨 不對 你支持馬英九 我看起來不會投票 算了 我當作親密沒看到 這個館長過去跟國昌老師 曾經上凱道舉行反紅媒的大型的 這個群眾聚會 剛才館長講說可以反什麼 統媒什麼 可以反 可以有黨媒 可以有黨媒但是不能有紅媒 那觀點可能跟這個浩宇蠻接近的 國內的部分 有藍有綠我們都尊重 甚至不藍不綠也都有它存在價值 但重點牽涉到國家 基本的定位跟安全的時候 不能有所謂幫境外勢力 在幫他做文宣 幫他做宣傳這樣子的一種媒體立場 到底這有沒有說服力呢 包括NCC中天換照的聽證會 包括剛才這個小明兄不斷質疑 蘇貞昌蘇院長的立場 蘇院長再次講說外界不應干涉 獨立機關行使的專業判斷 他也不應該干涉 他也不應該干涉 這個聲援紅媒被館長罵翻 因為柯文哲最近一個講法說 沒有理由挺中天 挺的是普世價值 他在市議會被這個 國民黨議員來質詢 他說如果未來中天換照 有政治審判的成分在裡面的話 出現關台的情況 柯市長你應該會出來聲援吧 柯文哲猛點頭毫不容易回答說會 讓館長陳志然聽了之後相當不滿 他開直播怒嗆說 你想要國民黨的票2024我祝福你說 柯文哲或民眾黨你要國民黨的票 我祝福你 未來也絕對不會投柯文哲 因為你親中那就各走各的路 這個柯文哲對館長這樣回應 他也再次解釋 他說我不是聲援中天 而是主張新聞自由及公平正義 他強調我自己當然也反紅媒 我也反綠媒 別說什麼挺中天 我們沒有理由去挺特定的媒體 我們挺的是一個普世的價值 這幾天柯市長不斷強要說 我討厭反對你的言論 但是你講話的權利 我一定會堅定捍衛 他說過柯文哲自己就說過 中天是紅媒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我覺得民眾黨的態度非常的奇怪 就是線上有很多人 我覺得如果過去 比如說像王佑正這種 或者像一些長期支持中天 上他們節目的人 他們去挺中天 我覺得完全正常 這是他們的一個本意 跟他們長期的價值 可是柯文哲 你是消費這個白色 所謂的反紅媒的這個人 他也正常 他也很怕得罪老公好不好 他也是非常 對他事實上 你也知道 那當然 兩岸一家親還要再講 一直講 柯文哲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支持群眾 這些年輕人是反紅媒的 甚至他自己過去 你自己Google一下 柯文哲紅媒 他曾經批評過中天就是紅媒 或這些紅色的媒體 今天他突然轉彎說 捍衛言論自由 然後卻無視於過去六年 中間應該要改善的內容 或兒哨的內容 其他的相關的東西 他都不去評論的狀態之下 我覺得柯文的變化 變得比較大一點 好來照理聽你的意見 OK 柯智掌這個說法 到底有沒有道理 包括陳前總統 陳水扁也說 他也知道以前TVBS 罵我罵的最兇 但是我不關你 他認為有一個幣 所以支持不支持我 更重要的價值 叫做新聞自由的價值 來今天你的意見 我覺得其實民調上面 確實看到目前的 反紅媒跟支持中天的立場 看起來是很膠著 甚至可能支持中天的多一點 我覺得關鍵元素是什麼 因為這段時間 討論這個問題 太多事情被混淆 所以趁這個機會 應該好好一個一個來 OK 請說 第一件事情是現在真的 不是關台跟側照 現在是換照問題 因為執照就是六年一起 如果我們在六年一起的所有執照 如果要被廢掉 就叫做違反新聞自由的話 那現在換照審查 全部都廢止算了 就是一代任何一代電視 換照審查是有法律依據 每一張執照都是萬年執照 像我們駕照 現在是不是也要換 換來不換 換來不換 換來要換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會要換照 原因是因為這種電視頻譜 本來就是個有限的資源 為什麼是你不是我 50到58台 為什麼是你家不是我家 剛剛講到說這個有沒有還語 我先不談這個 之前大家公共電視都說 我要個專業新聞頻道 也擠不進來 所以為什麼是中天在那邊 要有個說服人的理由說 你的品質 你的新聞專業是夠格的 可以去維持六年的執照 所以不能出現一個狀況就是說 只要換照不過 就是違反新聞自由 如果是最要化 就層次我們在做媒體公審 不能這樣子 對 但是我完全在癱瘓 NCC媒體新聞監督的職能 那我以後都不要省了 只要有一家說 我要被可能換照不過 就是新聞的自由的傷害 政治的迫害 完蛋了 都不要省了 所以第一個概念要澄清 是絕對不是今天 不是管撤照 也不是要關台 而是有可能中天這個執照 應該覺得過去的表現 不夠好 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 繼續拿到執照 執照會有另外別家 至於誰我們不知道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還是要提醒大家說 雖然大家各式各樣的 馬路消極很多 我覺得NCC受到政治力的影響等等的 但是一定要記得 它是個獨立的機關 剛剛小平議員提到說 這個是蘇貞昌可能會動手 那我就舉個例子 2014年的時候 其實那是上次中天換照 跟這次一樣 初審的時候的意見都是反對 換照的居多 這次也是一樣 結果上次為什麼NCC可以過 後來再說我增加一些付款 那付款到底有沒有落實在後面的話 重點是如果是照剛剛小平議員說 這個就是行政院長有辦法來做決定的話 所以上次讓決定讓中天換到成功 是江以化嗎 尋滿久嗎 對江以化 江以化插這個手 NCC已經到那個時候 2016他沒有霸選總統 蘇貞昌 沒有我覺得不要 我覺得我們在這邊講 我們希望可以讓這個討論 可以回歸說法里 或者是40年的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找到這個事實說 確定好 蘇貞昌有介入 我們這個事實來討論 有一次黑手在裡面繳禍 救出來 像我就不會指控說 假以化一定有動手 不會 我們覺得說NCC當時做了什麼樣 特殊的考量 決定還是讓中天換照通過 而不理會專業審查的意見 我們不談 我們知道看到事實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們應該回過來說 我們尊重NCC來做這個換照審查 而且他現在既然有兩層意見 初審的學者投反對票居多 第二層鑑定人也是反對票居多 那就希望NCC好好的參考這些指出的 都是不是在談紅媒的問題 而是在談新聞倫理 新聞專業的部分 如果連這個觀眾過不了的話 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三個 其實昨天的辯論 律師提到一件事情 有一點意思 他講的是說 為什麼如果你覺得2014年 覺得我不OK的話 那我這幾年表現也不好的話 你應該是每年都罰我很多 為什麼其中在2018跟2019年 你第一次是因為韓國語的關係 那我覺得有沒有關係我們不清楚 但是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六年以來表現一直都很差勁 這個大概現在大家可以接受 18與19特別差勁 為什麼特別差勁 是因為實在是大家受不了 所以換句話說 換個角度是什麼 NCC已經算是有點 對你前年2014到2017年 表現就有點真一隻眼 逼一隻眼 你還可以在六年中 罰到最高的金額 那你的新聞的這個 更不要說昨天的這個 我們上有一位獨立審查人 還是我們比較的陳清禾副校長 是 他提到說我去年7月上任之後 每天都看三小時的新聞 那我就好前面有人都不講 就從2019年7月之後 到現在為止 請問一下大家 在電視上大家 覺得中天這半年 這一年來的表現有改善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還是回來那個問題 那表示你的自律並沒有落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到底跟關新聞自由什麼事呢 我會覺得說 如果連像這樣子一個簡單的新聞審查的功能 都不給NCC的話 台灣以後的新聞環境完了 不要再覺得說 政府為了要捍衛新聞自由 就不能關台了 不好意思 老牌的民主國家 英國 人家也有媒體監理 叫Ofcom 他在過去的15年內 關了10家電視 他很嚴格 他是一個非常積極介入 所謂新聞專業評審的一個機構 他就是在看新聞專業 新聞倫理 那今天如果中天是因為 因為報了一個不利於蔡英文 或不利於任何台灣獨立的新聞 被關還被撤照 然後今天有人提出來新聞自由 我覺得有討論空間 但今天完全不是這件事情 所以實在不適合說 在這種時候還在那邊亂帶風向 中天目前的難關 不是他的政治立場 而是他的新聞專業 以及倫理表現上的諸多的缺失 實在是沒有辦法達標 好 這是照例意見 國昌老師在這議題也有發表意見 他說中天換照爭議 國昌老師說中天表現那麼離譜 你哪有什麼資格來跟我談新聞自由 他說現行的法律是定期的執照制度 定期 不是萬年執照制度 不是一張給你 我就傳子傳孫 不是 國家是有定期執照審查 要不要繼續給你執照制度 在那邊 所以不是針對你 那蘋果日報 當然我們大家知道 他的立場長期跟中天 一個往東一個往西 不過很多人援引這個說 評論 蘋果的社論說 勿忘新聞自由是台灣的驕傲 雖然他說 我是看你中天很奇怪 很怎樣 點點點 包括我們反對的 離經判斷言論 我們都願意 而且應該要捍衛 他在這些離經判斷言論 背後的一個更高的價值 叫做台灣的新聞自由 不過這部分可能也跟趙立 或是這個浩宇有點不一樣 你們爭執說 不是他的新聞自由 是他的新聞專業 好 那另外一個 這個猴子同學寫了一篇 來就聽到浩宇的意見 他說 這個實際意見 就剛才小平也講 把你幹掉 後面很多人在排隊 那猴子說 中天撤照後 民進黨各派系都有電視台 來真的是各有電視台嗎 這說話通到不通 我覺得就是會用政治的眼光 去看待這一次的審查事件 就是因為心中自己充滿了政治 所以猴子政治要吃太多了 對啊 就是說如果你們覺得 更何況這些是媒體出身的人 就是如果你們拿著言論自由的大旗 然後在那邊大聲擊呼的時候 那我們就用這家新聞台 有沒有相對付起它應該付的 言論自由的界限和範圍 從這個角度去檢視比較好 不要在那邊用政治的眼光說 民進黨各派系統都有 那我也覺得說 譬如說像國民黨跑去NCE門口 帶隊去抗議 這些事情都不好 因為反而證明了說 對國民黨正在用政治的壓力 去迫使一個獨立機關 必須做出一個符合國民黨政治利益的決定 這件事情反而對國民黨的行為來說 不具說服力 那昨天因為這個線上有直播這個審查 我沒有完整的看完 可是我知道這些某些片段 聽起來是還蠻好笑的 就是舊新聞媒體的工作人員 有娛樂價值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你看到他的回答之後 你會笑出來 譬如說 這個委員們還有這些外部的這些 鑑定人就在問中天 就說 你們報導譬如說 哪一些哪一些新聞 這樣有符合公共利益嗎 就譬如說 韓國瑜睡覺都有穿襪子 這件事情有符合公共利益嗎 有醫學價值腳冷 然後中天的回答說 因為觀眾市場需求 所以你就不能稱為新聞台 你就去做生意 做購物台 對啊 你都做購物台 市場有需求 人家教授用這樣的專業問題問你 結果你回答的我覺得很兩光 第二個是說 蔡衍明剛剛我們看到VCR裡面說 我真的沒有去過 過兩三次啦 然後我來這邊是要捍衛 中天新聞人的尊嚴 真的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影響力 你對於中天集團的影響力 其實不在於你一年去幾次啦 就大家都也都心知肚明 第二個層次 如果你真心這麼的捍衛新聞人的尊嚴的話 為什麼每次開會之前都要唱 旺旺之歌 這樣子有很尊重新聞人的尊嚴嗎 我跟你講其實 後來中天集團走了好多人 其中我就認識一個 他是真的沒有辦法每一次開會之前都唱 旺旺之歌 然後我們私底下叫他說 拜託你唱給我們聽 然後他都會很 很丟臉 但是到最後他仍然迫於我們大家的壓力 他唱了 對我有聽過旺旺之歌 天啊就是 我覺得這個 就是你昨天看那個裡面 你就會覺得其實某種程度才有一點自打嘴巴 那我覺得最嚴肅的問題是說 其實上一次2014年的時候 已經告訴你中天 你必須要符合這些附帶的條件 我下一次才有可 就是你要到了我們設定的這個標準之後 你才有繼續的六年可以談 可是顯然你並沒有達到這樣子的要求啊 什麼 你的內控機制顯然是出了問題嘛 你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自律 而且你越走越糟驚的話 那怎麼辦呢 他律也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藉口一大堆的時候 我覺得那就 你必須承擔自己這樣的後果 因為坦白講我覺得就一個 真心遵守新聞規範的人而言 坦白說真的不是很能夠 適應中天裡面這樣子的環境 今天的鑑定人這些人 其實他們都是新聞傳播學的專家 他們提出了這些問題 如果你中天沒有辦法回答的話 然後還藉口一大堆的話 然後中天的律師還說 你要我們設定那個什麼審查機制 那根本就是不合法律規定 那怎麼會六年之後你才講呢 你六年前人家規定的時候 你怎麼不講呢 那所以你當書不講 就表示你也接受了這樣子的遊戲規則 你接受了這樣的遊戲規則 你又達不到這樣子設定的標準的時候 你再回過頭來翻桌說 沒有那個不合法律規定 我覺得說不過去 那個程序上面 你真的一錯再錯 那為什麼會社會上面 不斷的在討論中天到底 應不應該要關台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你已經越過那個社會 大家的共同的紅線了 你因為一再越過一再越過 所以大家才會這樣子 哇這麼針對說 哇你看中天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我覺得 美女還是要有自己應該負的一些責任 你的新聞的查證啊 你的比例啊 你的審 你的這些內容上面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良心 新聞媒體也應該要有自己的良心 不能遭經的太離譜 然後回過頭來要求別人就範 如果你不給我 你就是強害新聞主 另外最後一part 我要回應一下小萍 我覺得啦 就是因為小萍一直覺得說 這個就是舒仁昌 舒仁昌一定有下指導期 就我的理解 我覺得因為這些NCE委員 然後這些鑑定人 他們都是那種 身毛帶腳的人 就是如果你今天意圖干涉他們的時候 事情會被整個掀出來 然後弄得非常難看 因為他們都是專業人士 他們絕對會捍衛自己的那個潔身 乾淨的那個程度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政治的力量 試圖去干涉他的時候 我覺得會死得非常難看 所以我覺得舒仁昌應該沒這個膽量 今天舒仁昌講過 你們這NCC委員在幹什麼 什麼都不能做 這不叫干涉這個很嚴重 NCC你是可以被蔡英文換掉的 這些委員就換不掉的 立法委員審查通過的 大膽刁民行政院長可以這樣幹 這第一件事 第二 我跟你講 我講一個更高層次 國家的危機給你聽 今天我講新聞自由 我想比新聞自由更高的層次 台灣快完了你知道嗎 我的政治魂出來 我是念政治習的 今天新聞自由 是不是叫第四權 是不是叫監督政府 因為我們國家的設計行政權太大 立法權太小 何況立法權民進黨還過半 立法委員 對不對 連牛蛙豬什麼都互航 今天三立民是已經這麼 今天變成罵國民黨 那個很多還有收視率 罵國民黨已經這麼小了 你一定要把第二大黨弄死嗎 整個國家機器 你今天監督政府行政權 能力在哪裡嗎 這是動搖國民 比新聞自由更高的層次 所以你認為再怎麼賴都要有一家 敢嗆蔡燕文 敢衝動民進黨的 今天即使49台到50台 全部是偏藍 全部都搞你好了 是 都還制衡不了你行政權 何況大部分還是綠的電台 這台灣最大的危機好不好 這個是 你們想清楚 一分天意 表達他的政治活動的議題上面 非常堅定的立場 不過這個有一個壞消息 要跟這個蔡董報告一下 有一位叫沾江村的 號稱地表最強的村長 因為遭望中旗下的那個什麼 什麼週刊報導說 有抱性侵的怡雲 他支持關掉中天 說你親切講講的 他說這個 認為中天不惜殺他的沾江村 向執政當局輸成 大探真心換絕情更改他 一貫立場喊話 我支持關掉中天 我不關心 他的言論 我關心他到底有沒有幹那個事 misinformation 哈哈哈哈 минут一休止 什麼條例就叫做 有什麼得 ή 應 Johann